大家好,我是Hidy 今天這條影片其實有點遲了 但遲到總好過無道 所以趁著現在晚上還有少少寒寒的 然後天氣經常都濕濕的 我們就要捉住這個進步的尾巴 我今天會跟大家分享一個不專業廚房Crossover養生之道的系列 早前去看中醫調理身體的時候 我的中醫就推介了一個食療給我 煮了幾次,我覺得非常簡單 好吃,還要感覺到它的功效 所以我就很想跟大家分享 趁現在還沒夏天,還有少少時間可以進步 我們一起去養生 說了這麼久,今天要煮的就是 當季生薑羊肉湯 這個湯其實比較適合冬天去煮的 但是現在我們在捉了冬天的尾巴 所以捉住這條尾巴,幫自己最後進步一下 都應該可以的 總之不是天氣很熱那幾天煮就可以了 那這個湯有什麼功效呢? 如果你是手腳冰爛 然後驚奇來的時候很容易不斷驚痛 總之比較虛寒的人士 還有你晚上睡覺都會有尖寒尖凍 我自己就是了 那就非常適合 因為我試過幾次,煮完這個湯之後 是超級好睡 一覺睡天光 睡得很深沉很軟的 真的有那種進步了 recover了那種感覺 那就是因為我試了幾次 都覺得非常感覺良好 所以就要推介大家 不說那麼多了 我們現在煮湯吧 如果你都喜歡這類型的分享 記得按個訂閱 以及旁邊的小鈴鐺 那下次有這些養生之道的影片 你就不會錯過了 今天我們會用到的材料非常簡單 當歸、生薑、羊肉湯 在名字那裡已經出了 那薑片來說 其實我自己就很瘦得薑 因為我個人很虛寒 所以量都會比較多 如果平時大家很容易喉嚨痛 或者你不知道自己瘦不瘦得薑 就不要放那麼多了 當歸來說我會用到一小碗 這裡就不會強勁的藥材味 不會苦的 因為當歸是有少少清甜的 羊肉方面 我在街市買一些急凍的羊腩 有皮有肉就可以了 這裡大約就是兩至三人份量 看看自己大約吃到多少就煮多少 急凍的羊腩我們回來洗一下 然後我們開一些淡的鹽水 泡一泡著羊腩 讓它的雪藏味走光 大約泡十多二十分鐘左右就可以了 過了二十分鐘 我們就倒出來 再洗一洗它 在這個時候就可以拿去飛水了 我們冷水開火 放些薑 然後再放些羊腩 再倒少少少少酒去披薑他們的酥味 用完了 我們用筷子攪拌均勻 放些酒、薑、水 之後就可以等它差不多滾 又或是跟上次一樣 筆起一些泡泡就可以了 現在已經完成了 剛剛的攪水 我會把當歸倒進去 然後關火 然後就隨便洗一洗 然後就會披薑 好了,當歸已經準備完成了 洗好一隻鍋 我們就開火 放少少油 我們調小火 把薑全部倒進去 然後慢慢去炒 盡量一片一片鋪滿來炒 太有些薑還未炒得好 這個步驟需要的時間會很久 因為薑是要炒出味道 怎樣才可以呢 你會看到旁邊有點焦 乾身沒有那麼鮮黃色的時候 然後就可以了 一會兒再給大家看看 大家看不看到 它們的邊邊開始軟軟的 然後軟軟的 這樣就算適合了 好了,薑差不多 我會把它們先推一邊 然後放些羊腩 羊腩我會皮香 這樣煎一煎 就會香厚一點 還有一會兒煮湯的皮 沒有那麼容易爛 看到皮有點金黃色 我們就反煮它 好,我們把鍋子換來這邊 把剛才煮軟的東西 全部倒進我們的鍋子 用燜鍋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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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倒進所有的當歸 然後加水 因為我是一個湯 我們加到所有材料 然後開大鍋 我自己習慣會加一項米酒 把鍋放進去 令它更香 然後我們攪拌均勻 其實就沒有東西要做了 我們只要等它水滾 然後就蓋蓋 轉小火 然後一邊煮下去 就可以了 好了,它們水滾了 我們就蓋蓋 關小火 然後又是等待的時候 是否非常容易煮呢 小火煮了半個小時 我現在就關火焗它 大約半個小時 四個字都可以 現在我們經過了一個小時 打開看看 好多當歸 我們拿一塊羊肉出來 然後捉一下它 其實看到都軟身了 就可以再熱它 令它滾起 那我先試一試味 你看它滾起了 我就會加少許鹽 調味出來 這樣就可以了 就完成了 一個很香濃的當歸山薑羊肉湯 有一點少得腐乳醬 還有甜醬油 我還加了一些紫天椒 還有麻油 搞定 好了,湯就煮完了 是不是非常簡單呢 放心,這個湯不會有很濃的羊酥味 也不會有很苦的藥材味 它是很鮮甜 然後配上那個腐乳醬 是非常之惹味 喝完整個人會覺得暖粒粒的 所以大家都真的可以試一下 如果你是有濕疹 或者皮膚敏感的話 暫時不要喝這個湯 因為羊始終有點髮物 算是 所以如果你有濕疹的話 你吃了這些比較溫熱的東西 有機會濕疹會再爆發一點 所以不是每個人都適合 如果大家有興趣這個湯 也可以上網看資料 看看自己是否比較虛寒 適不適合喝這類型的湯水 我自己就是一個非常冷 非常寒、非常虛的人 所以我的中醫就推介我這個湯水 大家也可以做一個參考 如果喜歡今天這條片的話 記得按LIKE 我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有載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更是三點 和星期日更是十二點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